哈囉 你現在收聽的是 飛碟聯播網UFOSTAR聊天室 俺是今天的市長 曾佩慈 等一下 我要好好講一次 我是今天的市長曾佩慈 因為這個節目沒有主持人 所以我決定我一個人說乾話 30分鐘 今天沒有來賓不會播歌 請大家敬請期待 咦 明知音 是誰 有一個人跑進來 農曆契約不是過得好 不跟大家開玩笑 因為今天我一個人聊天也是無聊 所以呢 今天特別為大家請到我的大來賓 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大Q吳秉諾 我想說我請一隻馬來當我的聊天 你想要我變成各種動物我都行 他真的很厲害 大家不要以為吳秉諾 我不是只是帥 沒有才能 你剛剛那句話很真心 是嗎 因為你知道通常帥哥 會被人家以為沒有才 你知道嗎 你今天要證明 我可以證明啊 你證明 我證明 我們先用 好 我們給大家30秒的機會 讓他變換 你要幾種動物 我不想要表演動物 你要什麼 我最近有聽到一個很好聽的歌 我想唱給你聽 你唱 好 好 我們的愛情 怎麼能這樣 睡在一起 卻像鄰居 不想 怎麼 不想來往 我身人可能都比我們強 不快樂 都不用假裝 陪此對我開一槍 BANG BANG 彈圖歌 好 心像 欸 你說我 你說的是我 對 陽光健康 你知道 如果今天沒有你 我真的會像拖江野馬耶 你整個幫我拉回來 因為我們今天是不是要介紹一些 我的專輯還有你的歌 對 給大家 所以剛剛那首你知道歌名嗎 剛剛那首歌叫做是 怎麼能這樣 我原本想要講錯 你講 我原本想說 想要講錯就是 比邻居怎樣 什麼之類的 好 剛剛那首歌叫做是 比邻居還棒 好像也不錯啦 這首歌叫做 怎麼能這樣 好 無所謂吧 相互 就你 就沒其他 也算一種 地久天長 我們的愛情怎麼能佳養 睡在一起 睡在一起 卻像鄰居 不想來往 陌生人可能都比我們強 不快樂 都不用假裝 我們的幸福怎麼能這樣 面對面獨處 不想分足 同意前方 虧欠時間的終究 又寂寞 來不常 我們都不傻 每人想開定一架 都不傻 餐廳多麼嘲雜 唯有我們比旁人優雅 無聲的優雅 熱情終究會消失吧 也很懷念誰情虛話 什麼從此不同不一樣 我們的愛情怎麼能這樣 誰在一起卻像鄰居 不想來往陌生人可能都比我們強 不快樂都不用假裝 我們的幸福怎麼能這樣 面對面獨處像繁足同一間房 歸前世間的衝著用寂寞來不成 我們都不想每人想開第一家 我真的覺得有 有嗎 這幾年的成長心酸血淚難受 所以應思月有聽到我心裡的一些有的沒的嗎 你心裡的 對我心裡的一些謎 應思月可能沒有那麼退 哈哈哈哈 不是啦 好想罵你張話 你是但是應思月有 來來來你說 我就覺得他很正啊很正義 你覺得應思月很正 他在戲裡面超像曾佩慈的耶 可是你知道那個 我聽應思月跟我說 很多人嫌他老 這個我是認真 他穿的真的是蠻老 你給我再說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 那我考你 你知道為什麼他 我們常常說相由新生 我覺得他看起來會老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照顧他弟弟啊 所以姊帶什麼 母子啊 所以他像個老媽一樣 他就是這個 他穿的像老媽一樣 而且我覺得他興趣就是擔心別人 超像曾佩慈的 然後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對 就是會覺得 你是說穿的像老媽這件事還是 不是 他們就會說我是不是 不是他們沒有說是不是 他們就說我很想在演自己 對啊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 我覺得應思月也是部分的我 可是呢我也不否認那些我 但是 我其實認認真真的覺得 我也不知道大Q有沒有感覺出來 其實 就是 這幾年啊 所 所 好像卡關的 或者是挫折的 或者是 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的 不夠愛自己的 真的好像隨著這張專輯 慢慢離人而解了 好像有耶 我覺得你的變化很大耶 說真的 你在這張專輯推出來的時候 你的人 你的氣質 什麼的 真的嗎 我覺得你好像找到一些東西是 你之前沒有覺得的 其實我本來蠻怕迷之音會 讓大家覺得 這是誰 很不像整輩子 對 結果這張意外的很適合你耶 真的 我聽到的歌都覺得 好想罵髒話 可是變得罵髒話 好到罵髒話 對 好到罵髒話 你是認真的 那不然我剛剛幹嘛唱那個歌 我真的覺得被電到耶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要再三跟 吳秉諾確認 他是不是說真的嗎 嗯 因為他在我心目中 是我星光二斑的 歌唱的情感跟技巧方面的 諮詢老師 對 大家好 讓我們再度歡迎 吳秉諾 好了你夠了沒 我是認真的 要不要好好講話 他是很嚴格的人 所以你要 你要讓他覺得好聽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好的歌手啊 你唱歌的時候 你要謹慎說話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真的好的歌手啊 其實你在聽他唱歌的時候 一個字 一句話 有就有了 啊 對 你知道嗎 你在唱那個 呃 怎麼能這樣 的時候 你真的前兩句 就讓我覺得 靠 你是說 那不 確定 等一下笑出來 好好聽喔 我就覺得哇 這女的唱歌太好了 不要這麼愛我 我跟妳講 好困擾 我跟妳講 曾貝慈 妳不要把大家逼死 你知道我現在在錄專輯嗎 我明年要發 所以妳現在把那個路走絕了 我明年真的 我壓力很大 我期待 我都可以做這樣的改變了 何況是你 我真的覺得妳唱得很好 我一定要說 雖然今天我們是來跟大家聊 聽跟播歌 那就是因為這樣 我一定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覺得她是我的諮詢老師 為什麼 首先她就是那種 她努力到就是自己頭破血流了 她都不會坑一句 她都會面對外面的時候 她就說 我很好啊 對啊 我就是一個海綿爸爸 嘿嘿嘿這樣 就是她永遠用樂觀在面對大家 可是她自己 內心那個默默的那個 牙齒掉幾顆 吞進去的那種 我說 我的意思是 她以前是為了 我跟妳講 佩慈 吞牙齒沒什麼感覺 妳把牙齒拉出來才有感覺 妳拉過嗎 屁咧 真的咧 嚇死我 我只要妳不要那麼認真 take it easy 沒有 因為 她真的是 我要怎麼講妳啊 反正就是 我很期待妳的專輯 嗯 然後我也覺得 星光二班最可貴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在成長一輪之後 各自面對內心這幾年 一些外界的迷信 內心的迷信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們長成了現在的樣子 成長後 還是能聚在一起 這是最可貴 困慶幸 過了十年 我們撞來撞去還會遇到彼此 滿厲害的 到底是撞到哪裡啊 撞到一個迷之音裡面 啊 困住 別出來了 我自己在錄這首歌的時候是 嗯 想 我的對象真的是自己 嗯 像有的時候別的情歌 你說怎麼能這樣 我沒有想著我 嗯 我可能訴說是一個現在生活的狀態 嗯 或者是現代人的生活的情況 對 可是迷之音是 我把那個 我現在坐在 那個人就是我 嗯 那 我其實 啊反正你跟我那麼熟 你也知道 我其實不跟別人告白的 嗯 但是這次這 這次的專輯 想要把這樣子的 勇敢化為一種歌曲的比喻 嗯 所以才會有副歌的歌詞 嗯 嗯 你知道我那時候你那時候 是預購 嗯 還是怎麼樣的那個預告 嗯 短短的那個 就我有轉貼在IG的那個 嗯 我想說哇靠 這歌感覺很猛 你說迷之音嗎 嗯這歌感覺很猛 很適合你耶 意外 我覺得很意外 真的嗎 對 好 我一開始想說哇這個歌路 你現在老實說 嗯 反正你聽過的 這張專輯的歌裡面 你到底有沒有覺得 還有沒有一些要調整的 你跟我說 我覺得應該就是缺了一個好聽的合唱吧 喔 like like 我幫你寫的 我沒有收到專輯的歌 對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這塊 對對對 是 好 那麼剛剛聽的是怎麼能這樣 對 接下來就聽 我想聽明之音 就放明之音吧 聽一下 我現在坐在 這個人旁邊 一世很清醒 花留在嘴邊 要搶先坦白 心底的畫面 給我安全感 那就是關鍵 我在聽我在想 怎麼形容才適當 你敢聽我就講 到這地步我不怕活出去吧 這才是你認識的我 我愛上你 你不必保密 我愛著你 高興我不能盡 迷之隱晴 你自行聽 複雜的情緒 我愛上你 現在我靠著你 現在我靠著你 要搶先坦白 心底的畫面 給我安全感 那就是關鍵 我愛上你 我在聽我在想 怎麼形容才適當 你敢聽我就講 到這地步我不怕活出去吧 我愛上你 我愛上你 是我的手心 我愛著你 我愛著你 這顆心 不安靜 你指引進你 你指引起你 自行聽 玄奘的秘密 我愛上你 我愛上你 你會怎麼回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曾佩茨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是你遂的美 安慰到头来不过是安慰 勇敢的人不会随便想要倒退 勇敢的人不会随便 眼前你总无所谓 看起你总是后悔 心碎到头来也没了滋味 勇敢的人带走自由远走高飞 万能是非是非是非谁不对 万能是非是非都不对 万能是非是非是非是不对 万能是非是爱不对 心碎到头来也没了滋味 勇敢的人带走自由远走高飞 万能是非是非是爱不不对 万能是非是爱 любов 万能是非是爱不对 万能是非是爱不同 万能是非是爱不对 為什麼非手不到永遠 萬萬是非是愛不對 哈囉 你現在收聽的是 飛碟聯播網UFO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長 這輩子 YES 我有一個室友 五大Q 五大Q 掌聲鼓勵 為什麼要鼓勵成這樣子 再掌聲鼓勵一下好了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剛剛的歌 不好意思 他本人的創作 Excuse me Hello 你自己要不要好好講一下 好 剛剛這首歌是約莫25年前的作品 沒有啦 真的 我印象中很久了 我甚至不記得是多久年前發的 對 很久了 對對對 這個歌是 比完賽後 當兵前 迷你專輯嗎 對對對 頭髮是幾色的 我忘了 有點指 對 你很follow我 我認真記得 我認真記得 我們還去你的記者會 對 我們有去 那時候你們真的很挺 記者會我其實差點爆哭 可是 為了要維持 因為 因為 預算有限就沒有帶化妝師 就不能哭 你 蛤 蛤 我天啊 亂講的啦 八坡囉 因為我認真嚇到是因為 預算有限是真的 就是他可能也是太體貼啦 自己跟我說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那麼麻煩 是啦 沒有 這首歌啊 其實 它是比較音式搖滾的歌曲 因為其實以前在比賽的時候 大家比較少聽到我唱這樣子的歌 那可是其實音式搖滾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 就是很有一種解放感 對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有一點點微微的 微妙 微妙 你是說 歌曲的感覺還是歌詞 這個歌 的感覺 感覺 有沒有一點點微妙 因為其實啊 我自己認真的以為 自己以為 嗯 就是我覺得迷之音啊 的那個 我聽的時候 我的微妙 覺得跟我這首歌的微妙 有一點點 接近 哎唷 現在是要翻關係的意思嗎 是一個默契 我覺得是一個默契 可是我必須說你學我 因為我早就翻了 你選的 哦 I'm sorry 沒有啦 桃這首歌啊 其實 就像是 平常我跟佩慈 我跟佩慈有時候也會聊到 就是我覺得我們常常會被 很多東西拘束 很多的框架這樣 像我們今天其實來錄音的時候 我們進到錄音室裡面 我就發現窗戶上面很多格 然後我就不由得說一句 就是我們就是生活在 格子裡面 對 格子裡面的人 對 格子裡面的人 可是要怎麼樣去逃脫這些格子 這真的 只能有自己 只能要靠自己 對 只有自己知道 你是被放在什麼樣的格子裡面 用什麼樣的材質 可以去 破解這個格子 可是我一直覺得 你是一個 披著樂觀外表的 小 帥哥 小檸檬 小帥哥 小檸檬帥哥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講嗎 為何 其實我覺得你 血液就是樂觀的血液 可是你的故事 真的不是因為我媽懷我的時候喝米酒嗎 這個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不知道 我只記得我是嬰兒的時候 我媽也灌過米酒 那你車過 蛤? 真的假的? 你再說一次我怕大家沒聽清楚 我印象中就是 吳秉諾 吳大Q的母親 Q媽 她曾經在 吳大Q還是個嬰兒的時候 為她喝米酒 你會建議 只是因為聚會 希望她的兒子快點睡覺 你會建議大家這樣做嗎? 當然不建議啊 這樣可能會死 但那個 天啊 所以米酒不會因為她是天然的 那個 不好不好 真的好好好不建議 飲酒過量對孕婦跟對嬰兒都不好 可是你現在 就是整個人還是非常特別跟聰明 可能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燒壞了 喔燒壞 不然你現在這樣認識我 可能會不會是一個無聊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 跟那個大Q好好聊天 我每次跟她聊天我都會覺得 她真的是一個很有故事的人 你的人生大概可以寫成50首歌吧 你有曾經把你的故事 大概47首 對 就差 怎麼 我想要問她的是 你有沒有曾經在人生哪一個階段 就是讓你真的覺得 喔 我現在真的 我不把這段東西寫出來 我受不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歌 有 就是你們大家剛剛聽到這個桃 你們可以回去聽 然後看她的歌詞 其實那個時候的 我遇到了人生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那時候剛從選秀出來 然後我也有曾經小火紅過 我唱了一些電視劇的主題曲 一天一滴 夜盡你的心 我們第一次公開合唱的時候 是唱這首歌 對 這首歌突然多紅啊 對呀 紅得離譜 在抖音上面 對 你這樣子可以有實際的 沒有 OK 謝謝 然後後來還有唱 小隻女孩向前衝 的 也是裡面的歌 這樣子 唱唱看 就是我專輯裡面的一些歌 你唱唱看嘛 今天都沒有聽到 我太冷靜 是我沒有回頭的原因 類似這樣 你唱下去 誰說聊天是一定要一直講話 我愛過 捨得讓你留著不熟 為什麼 我一定要流淚啊 你真的要哭啊 這類似 我上通告太累了 你很誇張耶 我真的 就是 對對對 講到這個 我們以前都在互比誰 唱歌先惹哭誰 對 就是我們之間 我們以前會比賽 判斷這個人 你真的會唱歌嗎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感動度來判斷 對 還有我有發現訣竅耶 什麼訣竅 就是你如果真的希望對方聽到 你唱的他會聽見 什麼意思 就是你如果真的希望對方聽到的話 你唱的他一定會聽到 那這樣一次不就要想很多人 沒有沒有 哇靠你是這樣啊 不是啊 我們在舞台上唱歌 小巨蛋 你一直想一萬多個人 你剛剛還以為很緊張 我想說是要爆料嗎 不是啦 那舞台上怎麼辦 在舞台上的時候 你心裡一定會想著一個對象 然後再唱出來 對 哇 我真的剛剛各位我剛剛真的 你很誇張耶 我真的犯了耶 你像神經病 好好聽喔 沒有那麼誇張啊 我們可以整個特輯就是一直叫他唱歌嗎 沒有這樣子啊 我剛剛我已經唱兩首了耶 好 你知道通告費已經七萬多塊了嗎 我看一下 唱片公司會超值 大不了換我嘛 哈哈哈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聊的其實 除了創作 欸等一下 我這是專輯 我也有寫歌 我知道 但是我 其實 我對寫歌這塊 還沒有那麼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覺得 有的時候啊 我聽過一個前輩說一句話 他說其實 就是你躲不掉的 你是什麼樣個性的人 躲不掉什麼 你在鏡頭前 慢慢 演戲喔 你 你避不掉 除非你真的打從心裡 你的思想或什麼進入那個角色 天啊 那這樣 其實我覺得創作也是 是喔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我的創作有點像二哥 因為都亮亮的 然後都是 感覺很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那個和弦概念 反正就是大的C 大調 對大調 大調 大C 大調 所以我就會覺得 可是現在市場上的流行歌 你知道 你也知道 轉來轉去的 然後特色啊 什麼什麼的 我就一直很不好意思 把我的創作拿出來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說你的那個創作 就是那個色調 大家聽那個歌 會聽到你的話 那個歌的存在跟你是共存的啊 你幹嘛怕大家覺得 好像嗎 我爸貝覺得是一個沒有深度的人 這是真實的原因 好怕大家一聽我的歌就覺得 喔 好單純 好天真 好可愛 腦筋到底有沒有在動啊 於是 還好我後來那個 反正 你剛剛不是說逃嗎 逃脫框架做自己這件事情 對 前陣子不是我們以後的距離播嗎 隱私樂這角色 那 我在距離的弟弟不是視覺失調嗎 然後我們去那個巴黎兩院 我真的覺得 我裡面的那個所有關於 我的人生可能最想要 最想要幫助人的時刻 是在那時候拍戲的時候 因為那些病友們的狀態或什麼 可是也遇到人生最想幫 卻幫不了什麼的時候 也在那時候 所以我就寫了尋找這首歌 但是 呃 今天 大家有買專輯吧 有買專輯的話可以聽 給我聽喔 因為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聊天內容不知道 隨時會往哪裡去 是 所以不一定會播這首歌 很酷耶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多創作 你是認真的嗎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多認識不同面向的你 而且其實像創作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創作的歌 就是也是無聊的歌 我還記得那時候 你還沒發你的第一張迷你專輯的時候 就是討這張專輯的時候 有一次你來我家 你記得 我放很多我的創作給你聽 對 我嚇死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大家其實才剛 我們放完合集 沒有到 還沒一年吧 還沒太久 然後他就已經 我覺得他基本上 應該有可能是 星光二班最早做這件事情的人 喔唷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在做 好像沒有啊 啊 啊 魏如瑜本來就有在創作 可是 吳秉諾 他是一個 本來以前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拿出這些東西 然後結果那天他電腦一打開 全部都是他的創作音檔 我快嚇死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啊 有的時候 像我們在當歌手 我們 要遇到 真的適合自己 然後符合自己 劇情 角色跟心情的 很不容易 對 其實不容易 可是如果你創作的話 他的每一滴血 每一滴肉跟骨 都是你 最能代表自己 對 所以我才決定要創作 因為我想要讓大家聽見 你是不是其實也很適合去當那種 命理師 或者是 就是 否定我命理師 快點否定我 我沒有當命理師 哈哈哈 你好適合當那種 幫人家先 那叫什麼 那職業叫什麼 先幫人家策劃 把一些計畫定出來 企劃 是嗎 反正你 我覺得你基本上是 一個 我就是很佩服 因為我覺得我比較難做到這些面向 沒有你可以的 你慢慢開始了 好 那 反正 anyway 其實就是不要 不要害羞 所有關於自己的都呈現出來 對 真實的做自己 這一張的真配詞 沒錯 真實的做自己 很真實 接下來這首歌呢 我想希望大家先聽 然後 我覺得應該會心有氣 七天把這種事 大家都做過 真實的承認喔 真實的承認 聽一下 我在你家樓下等你 腳步太匆匆卻很小心 到這個時候 我依然遲疑 我依然遲疑 不願看你 難過表情 不願看你難過表情 我在你家樓下等你 我在你家樓下等你 是陳建錡老師製作的製作的製作 太陽還遲遲不肯睡去 太陽還遲遲不肯睡去 指間很想聽 他溫柔提醒 藏不住我難過表情 這首歌叫做 我在你家樓下等你 是陳建錡老師製作的歌曲 我跟你們講啊 這首歌有逼顧我啊 聽到外面喔 看著你 散步到街心 這條路 沒從前有情 不想吃到你 些關係 不敢牽你 熟悉 可疲憊的心 那麼著急 空间你终究要离去 偷偷的闭上了眼睛 忽然间心开始放弃 我答应你 要更有勇气 更爱自己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脚步太匆匆却很小心 到这个时候 我依然质疑 不愿看你难过表情 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太阳还迟迟不肯睡去 世界很相听 它温柔提醒 藏不住我难过表情 爱情不容易 它翻山越岭 一句我爱你 我很想听 爱情不容易 它翻山越岭 一句我爱你 我很想听 你 哈喽大家好 你现在收听的是 非碟联播网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帅气 性感小鲜肉 柠檬室友 我吃 我吃 我吃你吃你 无大Q 吴炳洛 今天在我旁边的是 我的市长 大家好 我是整菲智 耶哈 我刚刚真的是我吃不屑的那种吃啊 真的是 与那个 脏话一线之格 但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吃了出来 因为他的头太长了 我觉得你很过分 你有种挑战 你再说一次一模一样吗 哈喽大家好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 你真的忘记 你看你都不真心 所以讲不是事实 帅气什么什么小鲜肉 小鲜肉什么帅哥什么的啦 有啦你应该有在练吧 你的IG动不动就给我po一些那种 没有 因为我发现大家喜欢肉 蛤 不是 喜欢 喜欢肉 肉啊 哪种肉啦 肉 现在的 我发现现在的人很有趣 不管男生女生很有趣 他们看到 就是你的画面 肉色居多 他们会停下来 你是认真的 我认真的 你又研究了 我研究了 你这个先锋你又研究了 可怕了吧 但是旁边有人在摇头 少啰嗦 其实有道理 反正就是有 好像有一些道理是不是 没有是真的真的 没有啦 因为说实在的 我自己啦 我先讲我自己的情况好了 好 我们刚刚不是要聊歌吗 好 先跟大家随便说一下 等一下啦 我们还有一些时间 反正呢 我发现啊 就是女生要当女神 要有几个特质 哦 来 你先说你觉得当女神的特质 我知道 请说 身高174.4 对 性贞 对 然后发行专辑米之音 对 11月22号要在TICC办演唱会 我跟你讲 怎样 100分的女神条件 不好意思 那全世界只会有这样一个 你就是女神 耶呼 我要摩拜你每一天 珍佩慈 我们今天欢呼声都偏马 真的喔 偏马叫的声音 那换一个动物的 那我们等一下在yuhu的时候 换一种 乌龟的 哇塞 乌龟有声音 你可以 欸你是演员耶 一起吧 你先让大家听听看 乌龟的欢呼 好 你要Cue我啊 你就是女神 全世界就只有你 女神 我们一起来摩拜女神 珍佩慈 你来了 你来了 爬不动 就佩慈今天状况不是 不是啦 你知道乌龟 乌龟乌龟也是水中游 他都说就是满了一点 可是其实你刚刚是鹿龟耶 对我只是要诠释 你又没有规定我 我只是要诠释 那个乌龟稍微被石头绊到一下 你很厉害 有吗 很厉害很青色 我觉得有 乱讲 我就是一个 我们史上最可以很自然的情色的女歌手 很棒 完了我公司要杀我了 我跟你讲 不会不会不会 迷之音 大家收听迷之音 对对对 跟你讲 反正发现出错就推荐专辑 对 好 男神的条件 男神的条件 我讲吗 你讲吧 我讲 我刚讲女神了 我发现要成为网红网妹啊 男神 嗯 男神必须要有几件事情 对 你要有东西可以爱线 长得好看的男神会爱线他的脸蛋 有名的人会爱线他的巡回演唱会或是什么的 嗯 对 可是像我这种 这些条件都还好的人 我就会线一些别的东西 你要线什么 臭 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从今天开始 我再跟你互动 我就跟你姓曾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要了解 因为你这辈子的脑袋 线线 我刚才还在想 怎么办 最快浮现的是丑 我没有真心这样觉得 线宝嘛 线宝 线花 线花也可以 线宝 好 然后好时不时我就是发现 我好像身体特质蛮适合练肌肉 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多面膜 都不给我用 我跟你讲 刚好用完了 大家赶快踊跃的送给我们面膜 你知道他用过什么面膜吗 你自己讲 动物什么一些很怪的脸啊 老虎啊 豹啊 钢铁人啊 美国队长 就看起来被人家说 被人家说是越南队长 我蛮伤心 越南 他们你们不可以歧视原住民的轮廓 明明就 拜托大家以为 原住民的轮廓才是真正立体好吗 而且很多 原住民轮廓又立体 又会唱歌 又会创作 真的啊 我现在说的是真的 你这样讲好像男神的条件 你都有啊 我努力啦 你不要逼我 而且我觉得 那个你刚刚那些面膜的确 是要配一些肉的部分 对不对 穿衣服敷那些 对不对 就是谁要看呢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就会继续把身材练好 让大家有肉看 又有歌可以听 那接下来一下我要配一段音效 因为我们要把话题切换到比较 特别的事情 好 请让我配一下 好 对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聊一下 对 刚刚那首歌啊 刚刚那首歌也是我的词曲创作 这个歌叫做 会 会 你知道会吗 会不会 会 对 我告诉你这辈子超会 大家去听米之音 他超会的 跟你讲 这首歌啊 怎么能这样说我很会啊 你真的很会 各种会 你说会能会什么啊 你会飞 而且心里是喝露水的 你今天还喝咖啡 哈哈哈 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让陶子姐反问吗 对 然后我们要写彼此特质 对对对 你本来你就 他就是在我耳边闷闷说 我本来要讲 我本来要写你纤细 然后我 我说干嘛不写 我当下听到的是仙气 我想说啊 为什么不写 没有是仙气 我后来才发现 嗯 以他的个性他对我了解 他一定不会讲我仙气 会讲仙气 然后什么仙气这种事情啊 得了吧 拜托 嗯 比如说 博文的部分 好了 不要再乱扯 你要 这首歌严肃吗 这首歌讲的其实是一个抉择 对 在爱情角色里的抉择 还有每个人其实每一天 从早上睁开眼就在抉择 对 你要不要下床 对 我还要呼吸吗 要吧 要 大部分都会 我会呼吸吗 会 对 我会不会爱上你 会 会 是我不小心 对 我会不会听迷之音 会 我会不会买 会 我会不会去TSCZ演唱会 会 你这首歌就是要拿来鼓励大家是不是 没错 没有啦 没有鼓励大家 这歌其实讲的是就是你知道 披腿这件事 啊是哦 对 因为他也是一种抉择 对 只是曲风很酷 我觉得蛮跳的 我知道了 我们是不是没跟大家聊过感情观 OMG 我以为仙女是不能够有感情观的 没有 仙女都很专情 天哪 仙女注定就是 会 和你刚刚讲说唱情歌不能想着一个人而已 唱情歌不能想着一个人 不能啊 不然你每首歌都会长一样 没有 专情的意思不是 所以每首不一样的情歌是想不一样的人吗 不一样啊 大风吹我是想着狗狗 你之音我想着我自己 怎么能这样我想着现代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我在你家楼下等你 的确想的是某一任的以前的感情的过往 就是想的都不一样啊 呃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抉择 呃 要怎么讲 我觉得啦 我是一个很容易因为抉择 比如说 好 我每一次我在选择 我哪一首歌 我要决定把哪个地方放进去的时候 超重要你知道为什么 如果我们想的都是同一个人 其实真的会像演戏一样 演来演去唱演上去就是会很像哦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把自己丢在某个情境里 我是这样 哇 很酷耶 你很酷耶 你才酷吧 我啊 我只是很会而已 你到底哪里会 我刚刚这首歌叫会 那你会唱 我还会写歌 我还会创作 我本来要写一首歌给你啊 你已经写了 我还去你的 音乐会唱 去年的演唱会唱 对 今年初啦 还是我们现在唱给大家唱 我们现在唱给大家唱 真的假的 所以 把歌词拿出来 请容许我再配合一段音效 好啊好啊 等我一下 我拿下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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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难得有这个机会在UFO聊天室 你们可以 我拿翻机就要从LA了 对 他真的很忙碌 并且我也很忙碌 更破天荒的是 你们就是这世界上唯一 抢现在电台听到模样首播的人 对 你没有听错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模样 他说 无法开启 无法开启 最幸福 是幸福 是幸福对不对 最喜欢 最喜欢的模样 不用 那是我唱主Key 你唱主音 对 最喜欢的模样 不用刻意也一样 漂亮 对 最 刚的Key吗 对可以啊 最喜欢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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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刻意也一样漂亮 那些 那些 很好的 情报的 甜言的 单纯的 都是翅膀 带着我飞翔 最幸福的模样 没关系 没关系啊 让大家期待一下 我好想唱哦 真的哦 因为我也 哈啰雅神有听到吗 那张章集 我一直在争取能不能够 我们真心的希望促成这样的正式的版本 在吴炳若 对 明年的专辑里 对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我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很脆弱的时候 你去澳洲做了什么 我去澳洲的时候 打工对不对 打工度假把自己丢掉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对于音乐路上的迷惘太强大了 我觉得我留下来不会有更好的作为 所以我想要先把自己丢掉 丢掉之后呢 然后就 写了一首歌给佩子 模样就是我们刚唱的那种 对 因为他在澳洲很脆弱的时候 他拨了电话给我 给了我很多想法跟鼓励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厕所 他是真心的在拉屎 真的 真心的 所以呢 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拿起你的新势力记上 11月20号 先来TSG 耶 设计史文明星演唱会 然后明年 因为已经10月了 明年很快就到了 我们一起为大Q加油 然后祝福他 赶快把专辑伸出来 就肯定让我们合唱 我好希望明年可以发专辑喔 一定可以的 集气集气 集气集气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最后呢 来听一首我专辑里面的快歌 考你你这帮歌名 这个很好听 我知道 你说 叫做为什么不能爱 错 为什么爱 为什么不会 没什么不能爱 哈哈哈哈 对这首歌叫做 没什么不能爱 超好听 谢谢大家 那这次的UFO STAR聊天室 就在这边结束咯 好我们要睡了 我们要关灯了 没错 市长曾沛池要跟大家说晚安 室友大Q饼罗也要跟大家晚安啦 最后一起来听这首吧 我爱上那下 我爱上那下 更加力活自己重 乘服短发 幻扬到一种宠物 每一件 谁和谁都可能假如 把朗梦假如 Oh baby baby 跟你痛快 闪到发光 胜过所有收集荧幕 我要爱就爱 别忘心想 Baby 要爱到世界都翻过来 要快乐到身体不停释怀 没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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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要爱到不必对谁交代 要缺悦到灵魂都记起来 没什么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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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没什么不能爱 Oh yeah 要爱到世界都翻过来 没什么不能爱 甚至都不停释怀 这边那边 像安静我爱忙碌 开着走路 喜欢读那一本书 没有意见 谁